assignment desk 没有告诉你 我对于中央换港 医疗人员换港的态度是怎样的 有关系 我跟assignment desk 说了 我对这件事的态度是怎样的 他们relate 给你知 这个价值观是怎样的 理论是怎样的 你们要问问题 为什么会没有关系呢 我对于中央派人下来 医护人员来香港帮忙救人 我会绝对正面赞成 所以我希望relate a message 所以你们问问题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大方向 是怎样去address 问题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 这是救人而救火 救人是最重要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insensitive 大家知不知道这几天 这几天的会议是吧 林智柔 林宵志 主要是林宵志 主要是林宵志 他们的言论是被人攻击得很重要的 但我们也没有写过那些言论 我们有 但我们也不是跟他做专访 说给他这样去发表 我们去到街上 他也是想练习 我们夹了别人的 拿着别人的 车子 接着就做一个故事 就是他们去了 那些医护 内地医护去参观 之后全部都是写着的 为什么现在问有问题 是吧 这个问题问了三天 是吧 但我觉得是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怎么办呢 我现在不是问同问题 去挑战政府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医护 为什么要这些人来 我不是挑战他这些东西 那是众数价格来的 这样的想法 你还要拖他后脚 人家还没有开工 你已经在这里设置 那是不是死了人才问 不是 死了人之后更加可以问 是吧 希望搞清楚 问问题的准则是什么 我今天再一次告诉你们 其实我之前说过 中央援兵下来是帮助救命 没有什么可以带过这些东西 你不要跟我 你不要跟我 在那里挖他的脚 因为我觉得现在 有很多人在挖他的脚 在关系地理 为什么要阻止他们 让他们做不到的事 阻止他们的功劳 我们作为机者不是说阻止我 你的责任不是要问他 他可能有没有解释到的事吗 你解释过了 我不是要拖他后腿 但我们的责任你问他 他用作为解释过的话 你跟着的事 记者会的公任是这样的 我觉得记者不是这样的 记者会就是给你问问题 你觉得有防伤任吗 就是每个人 不是 是整个七八点是做什么 你觉得我们的记者是 就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才有一个声明 烦得中路 那两边都要 现在老板 我认为 因为所谓这个民意者 是我们的判断他 是不是 民意 现在在我心目中 实现救人救命 但凤凰也问 凤凰也不理他 没有 所有台台都可以 TVB都可以问 我们不可以问 不是 他们都会问他 他问他不关我事 说到市民 对 令他更加有信心 所以才这样问 就是让大家知道 HA一定会负责 一定会有一个投诉机制 处理机制 什么都好 一定会负责的 这样才有信心 他不回答 我不问 他不回答 答了 大笔要慢慢 要大概